16強第一天 梅西C羅相繼落馬 讓買運動彩券的球迷為之瘋狂 沒想到真的有人以小博大 還真的買中了 16強賽法國對象阿根林 就有球迷看準300倍賠率 精準預測3比4的比數 用500元賺到15萬元 眼間網友認出 這個買運彩大賺的當事人 疑似在先前德國對南韓的下注中 就曾以90倍和45倍的賠率 大賺一筆 實在有夠神準 而幸運的球迷不只他 另一名網友也是用200元的小數目 竟然成功賺到6萬元 甚至有人只花50塊 專門鎖定各種高賠率項目下注 也幸運買到 讓底下網友看了都好羨慕 只是出現這麼高比分的賽事 結果實在可遇不可求 也因此賠率才會衝高到好幾百倍 像這樣的下注賠錢的風險也相對較高 對一般民眾而言實在很難買得下去 抱著好玩心態 胖胖硬氣 四年一度的試足賽 不只廠上踢得火熱 廠下運彩的賠率也意外引起關注 特別是受到大家關注的超級球星相繼出局 讓運彩熱潮更加瘋狂 藉流展黃文俊桃園報導